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不守照 受看五號南下七谷 抨擊不當重墊 當地民怨四起 里長大吐苦水 七谷區約20%的土地 被開發為光電暗場 將近2000公頃 碧莉市全台之冠 梁洋田通通改去重墊 破壞餘溫生態 餘死電生 旗鼓更是文革最大面積養殖場 讓年輕人快活不下去 大喊難道要搶銀行 做一間造業 但是立即要散散 絕對不敢再造下去 再造下去 如果這樣 我們可能就要來搶銀行 光電設置 網顧農漁民生計 侯友宜 趙壽康一起簽下 反不當重墊連數 承諾要重新盤點重墊問題 有墊無餘 有餘無墊 根本不是共生 這個光電板很麻煩的 要清洗 要化學品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只管 點錢不管以後啦 實在很悲哀啦 光電完全沒有考慮到 榮漁民的生計 熱倒光害 兩個太陽說得還客氣 今天你被揚過了講 已經變成三個太陽了 爐渣光電弊案更開了88槍 讓台南變成慶濟之都 光電弊案爆發民怨 侯康兩人直奔旗鼓 廟口開獎 痛批光電政策 有備而來要在賴清德的 台南本命區找到破口 接下來觀張SNG小組 台南報導